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本身住在長洲 晚上在中環碼頭回家 會見到情侶在碼頭淚淚淚 通常淚淚淚到開船 一個上船一個走 我經常跟我老婆說 這麼癡纏、有誠意 不捨得就送牙回去 正如吐氣裏面的對白說 送牙回去兩個小時後才出來 要再計算你在中環碼頭回家要多久 所以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所以是因為這樣而想起 如果有個男生認識了個女生 約了兩次之後 他才告訴你他住在長洲 這樣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他連續認識五個女生 都是住在這種騎士的地方 就是笑片來的 我是香港導演 我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編劇 我在香港拍的故事是香港 很明顯就是跟香港人有話說 這是必然的 我說了很多次 我說了五萬次 其實我拍戲的時候 我不會想本土情懷 我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導演 我是香港編劇 我在香港拍香港故事 感覺香港是否很正常 難道我這樣拍戲 最後出了一套戲 是會很北京或很東京 其實如果你覺得 或者意志到不單止你 差不多這個地球 好像有八成的人都覺得 這樣很奇怪 如果這樣很奇怪 其實不是應該問我 應該是問其他99%的香港導演 為何你們在香港拍香港故事 但完全沒有香港的感覺 我想我都是正常做 但是如果你說美術上 特別把環境改變得多的 就是梅子林 因為你進去 其實那裡是沒有東西 其實那裡什麼都沒有 但一樣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營造浪漫的感覺 要幫攝影提供光源 因為那裡如果你不著燈 晚上就是黑色 全部都是黑色 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他們用的物料是要透光 因為如果他們還用一些很實的美術設計 其實他們會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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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要有很多透光的物料 才令到有設計 但不會阻礙 一來Indie 大家比較好談 當然整件事是考核 不是一開始就想這樣做 不是一個計劃 只是一個考核 然後搞下搞下變成這樣 變成了整套戲都是 起初從來沒有想過 其實香港從來都有移民 為何梅子和村會廢了 就是因為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很多村民其中一兩個去了外國生活 發覺是賺到食物的 是好賺到耕田的 整個村都走光了 整個村都走光了 那村就廢了 其實香港從來都是有移民的 移民根本是一個很個人的選擇 你覺得有些人為何不移 其實你覺得他不想移嗎 其實他可能想移 但最簡單就是他不能放下父母在香港 可能就是這麼簡單 他就不能移 就等於八十年代的人想不想移 其實八十年代每個人都想移 但八十年代的時候 為何有這麼多人移不到 包括我家 因為他沒有錢 但到現在 現在是沒有錢都移到 如果你要計表現 各方面的表現都超過了預期 我之前也有答過 其實袁路山卡拉是我這個舞台 我需要拍的東西 我不會說袁路山卡拉是我很想拍的電影 這套電影不是一套我很想拍 我就是喜歡拍這些東西 不是 但我覺得袁路山卡拉是一個 在此時此刻我 王浩賢這個導演 是需要拍的一個項目 我是否最想拍 好像袁路山卡拉那樣的電影 我可以告訴你不是 這些不是我最想拍的東西 但這一刻來講 在這個舞台來說 這套電影是我最需要拍的 首先一件事一定要說清楚 電影不是我的夢想 我最怕別人走過來跟我說 你現在做到導演 又過了一千萬 你夢想達成 我會馬上跟他說一句 電影不是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是我個人的東西 但如果你一定要說 其中一件事就是上火星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們覺得我現在 是達到某一些東西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做到 我什麼時候都回答你 第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不用養家 如果你想在香港電影上 達到一些東西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問你 你需要養家嗎 如果你要養家的話就算了 你接受現實 你退休 你去做電視台 at least 或者入行做廣告 或者其他 其實你要養家就很難會成功 我不敢說你一定不會成功 這些東西是很難說的 你都可能最後會捱到做到的 但是你要養家 就機會小很多了 是啊 那你要吃飯的 人要吃飯的 而香港電影其中一個特色就是 就是不讓新人吃飯 他覺得新人是不用吃飯的 但整個香港都是這樣 不只是電影是這樣 電影只是一個縮影 整個香港都是這樣的運作 他不肯加三千元給一個年輕人 但是他自己晚上吃飯吃了三千元 這是其他行業都有出現的情況